罗马书 罗马书第一章 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 奉赵为使徒 特派传神的福音 这福音 是神从前借众先知 在圣经上所应许的 论到他儿子 我主耶稣基督 按肉体说 是从大卫后裔上的 按圣上的灵说 因从死里复活 以大能显明 是神的儿子 我们从他受了恩惠 并使徒的职份 在万国之中 叫人为他的名 信服真道 其中也有你们这 蒙赵属耶稣基督的人 我写信给你们 在罗马为神所爱 奉赵做圣徒的众人 愿恩惠 平安 从我们的父神 并主耶稣基督 归于你们 第一 我靠着耶稣基督 为你们众人 感谢我的神 以你们的信德 传遍了天下 我在他儿子福音上 用心灵所侍奉的神 可以见证 我怎样不住地提到你们 在祷告之间 常常恳求 或者照神的旨意 终能得平坦的道路 往你们那里去 因为我切切地 想见你们 要把些属灵的恩赐 分给你们 使你们可以兼顾 这样 我在你们中间 因你与我 彼此的信心 就可以同德安慰 弟兄们 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 我屡次定义 往你们那里去 要在你们中间 得些果子 如同在其余的 外邦人中一样 只是到如今 仍有阻隔 无论是希腊人 化外人 聪明人 愚拙人 我都欠他们的债 所以情愿尽我的力量 将福音 也传给你们 在罗马的人 我不以福音为耻 这福音 本是神的大能 要就一切相信的 先是犹太人 后是希腊人 因为神的义 正在这福音上 显明出来 这义 是本于信 以至于信 如经上所记 与人必因信得生 原来 神的愤怒 从天上显明在一切 不前不义的人身上 就是那些 行不义 阻挡真理的人 神的事情 人所能知道的 愿显明在人心里 因为神 已经给他们显明 自从造天地以来 神的永能和神性 是明明可知的 虽是眼不能见 但借着所造之物 就可以晓得 叫人无可推诿 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 却不当作神荣耀他 也不感谢他 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 无知的心就昏暗了 自称为聪明 犯成了鱼桌 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 变为偶像 仿佛必朽坏的人和飞禽 走受昆虫的样式 所以 神任凭他们 乘着心里的情欲 行污秽的事 以致彼此 垫入自己的身体 他们将神的真实 变为虚幻 去敬拜 侍奉受造之物 不敬奉 那造物的主 主乃是可称颂的 直到永远 阿门 因此 神任凭他们放纵 可羞耻的情欲 他们的女人 把顺性的用处 变为逆性的用处 男人也是如此 起了女人顺性的用处 欲火攻心 彼此贪恋 男和男 行可羞耻的事 就在自己身上 受着妄为当得的报应 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 神就任凭他们 存邪辟的心 行那些不合理的事 装满了各样不义 邪恶 贪婪 恶毒 满心是极度 凶杀 争敬 诡诈 毒恨 又是忏悔的 背后说人的 怨恨神的 误慢人的 狂傲的 自夸的 捏造恶事的 违背父母的 无知的 被约的 无亲情的 不怜悯人的 他们虽知道神 判定行这样事的人 是当死的 然而 他们不但自己去行 还喜欢别人去行 罗马书第二章 你这论断人的 无论你是谁 也无可推诿 你在什么事上论断人 就在什么事上定自己的罪 以你这论断人的 自己所行 却和别人一样 我们知道这样行的人 神必照真理审判他 你这人啊 你论断行这样事的人 自己所行的 却和别人一样 你以为能逃脱 神的审判吗 还是你藐视他 丰富的恩慈 宽容 忍耐 不晓得他的恩慈 是领你悔改呢 你竟认着你刚硬不悔改的心 为自己积蓄愤怒 以致神震怒 显他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 他必照个人的行为 报应个人 凡恒心行善 寻求荣耀 尊贵和不能朽坏之福的 就以永生报应他们 唯有结党不顺从真理 反顺从不义的 就以愤怒 恼恨报应他们 将患难 困苦 加给一切作恶的人 先是犹太人 后是希腊人 却将荣耀 尊贵 平安 加给一切行善的人 先是犹太人 后是希腊人 因为神不偏待人 凡没有律法犯了罪的 也必不按律法灭亡 凡在律法以下犯了罪的 也必按律法受审判 原来在神面前 不是听律法的唯义 乃是行律法的称义 没有律法的外邦人 若顺着本性 行律法上的事 他们虽然没有律法 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 这是显著律法的功用 刻在他们心里 他们是非之心 同做见证 并且他们的思念 互相较量 或以为是 或以为非 就在神 借耶稣基督审判人 以密室的日子 照着我的福音所言 你称为犹太人 要倚靠律法 且指着神夸口 既从律法中受了教训 就晓得神的旨意 也能分别是非 又深信自己 是给瞎子领路的 是黑暗中人的光 是蠢笨人的师父 是小孩子的先生 在律法上 有知识和真理的模范 你既是教导别人 还不教导自己吗 你讲说人不可偷窃 自己还偷窃吗 你说人不可奸淫 自己还奸淫吗 你厌恶偶像 自己还偷窃 庙中之物吗 你指着律法夸口 自己倒犯律法 惦辱神吗 神的名在外邦人中 因你们受了亵渎 正如经上所记的 你若是行律法的 割礼固然与你有益 若是犯律法的 你的割礼就算不得割礼 所以那未受割礼的 若遵守律法的条理 他虽然未受割礼 岂不算是有割礼吗 而且那本来未受割礼的 若能全守律法 岂不是要审判你这 有疑问和割礼 竟犯律法的人吗 因为外面做犹太人的 不是真犹太人 外面肉身的割礼 也不是真割礼 唯有里面做的 才是真犹太人 真割礼也是心理的 在乎灵 不在乎疑问 这人的称赞 不是从人来的 那是从神来的 罗马书第三章 这样说来 犹太人有什么长处 割礼有什么益处呢 凡事大有好处 第一是神的圣言交托他们 即便有不信的 这有何妨呢 难道他们的不信 就废掉神的信吗 断乎不能 不如说 神是真实的 人都是虚晃的 如经上所记 你责备人的时候 显为公义 被人议论的时候 可以得胜 我且照着人的常话说 我们的不义 若显出神的义来 我们可以怎么说呢 神降怒 是他不义吗 断乎不是 若是这样 神怎能审判世界呢 若神的真实 因我的虚晃 越发显出他的荣耀 为什么我还受审判 好像罪人呢 为什么不说 我们可以作恶以成善呢 这是毁谤我们的人 说我们有这话 这等人定罪 是该当的 这却怎么样呢 我们比他们强吗 绝不是的 因我们已经证明 犹太人和希腊人 都在罪恶之下 就如经上所记 没有义人 连一个也没有 没有明白的 没有寻求神的 都是偏离正路 一同变为无用 没有行善 连一个也没有 他们的喉咙 是敞开的坟墓 他们用舌头弄诡诈 嘴唇里有毁蛇的毒气 满口是咒骂酷毒 杀人流血 他们的脚飞跑 所经过的路 变形残害暴虐的事 平安的路 他们未曾知道 他们眼中不怕神 我们晓得律法上的话 都是对律法以下之人 说的 好塞住个人的口 叫普世的人 都服在神审判之下 所以凡有血气的 没有一个阴行律法 能在神面前称义 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 但如今 神的义在律法以外 已经显明出来 有律法和先知为证 就是神的义 因信耶稣基督 加给一切相信的人 并没有分别 因为世人都犯了罪 亏缺了神的荣耀 如今却蒙神的恩典 因基督耶稣的救赎 就白白地称义 神设立耶稣做挽回忌 是凭着耶稣的血 借着人的信 要显明神的义 因为他用忍耐的心 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 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 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 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 既是这样 哪里能夸口呢 没有可夸的了 用何法没有的呢 是用立功之法吗 不是 那用信主之法 所以我们看定了 人称义是因着信 不在乎遵行律法 难道神只做犹太人的神吗 不也是做外邦人的神吗 是的 也做外邦人的神 神既是一位 他就要因信 称那受割礼的为义 也要因信 称那未受割礼的为义 这样 我们因信 废了律法吗 断乎不是 更是兼顾律法 罗马书第四章 如此说来 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 凭着肉体得了什么呢 倘若亚伯拉罕 是因行为称义 就有可夸的 只是在神面前并无可夸 经上说什么呢 说 亚伯拉罕信神 这就算为他的义 做工的得工价 不算恩典 乃是该得的 唯有不做工的 只信称罪人为义的神 他的信就算为义 正如大卫 称那在行为以外 蒙神算为义的人 是有福的 他说 得赦免其过 遮盖其罪的 这人是有福的 主不算为有罪的 这人是有福的 如此看来 这福是担加给那 受割礼的人吗 不也是加给那 未受割礼的人吗 因我们所说 亚伯拉罕的信 就算为他的义 是怎么算的呢 是在他受割礼的时候呢 是在他未受割礼的时候呢 不是在受割礼的时候 乃是在未受割礼的时候 并且他受了割礼的记号 做他未受割礼的时候 因信称义的印证 叫他做一切 未受割礼而信之人的父 使他们也算为义 又做受割礼之人的父 就是那些 不但受割礼 并且按我们的祖宗 亚伯拉罕 未受割礼而信之踪迹 去行的人 因为神 应许亚伯拉罕和他后裔 必得承受世界 不是因律法 乃是因信而得的义 若是属乎律法的人 才得为后四 信就归于虚空 应许也就废弃了 因为律法是惹动愤怒的 哪里没有律法 那里就没有过犯 所以 人得为后四 是本乎信 因此 就属乎恩 叫应许 定然归给一切后裔 不但归给那属乎律法的 也归给那 效法亚伯拉罕之信的 亚伯拉罕所信的 是那叫死人复活 使无变为有的神 他在主面前 做我们世人的父 如经上所记 我已经立你做多国的父 他在无可指望的时候 因信仍有指望 就得以做多国的父 正如先前所说 你的后裔将要如此 他将近百岁的时候 虽然想到自己的身体 如同已死 撒拉的声誉 已经断绝 他的信心 还是不软弱 并且仰望神的应许 总没有因不信 心里起疑惑 反倒因信 心里得坚固 将荣耀归给神 且满心相信 神所应许的 必能做成 所以 这就算为他的义 算为他义的这句话 不是单为他写的 也是为我们将来 得算为义之人写的 就是我们这信神 使我们的主耶稣 从死里复活的人 耶稣被交给人 是为我们的过犯 复活 是为叫我们称义 罗马书第五章 我们既因信称义 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得与神相合 我们又借着他 因信得进入 现在所占的这恩典中 并且欢欢喜喜 盼望神的荣耀 不但如此 就是在患难中 也是欢欢喜喜的 因为知道 患难生忍耐 忍耐生老恋 老恋生盼望 盼望不至于羞耻 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 将神的爱 浇灌在我们心里 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 基督就按锁定的日期 为罪人死 为义人死 是少有的 为人人死 或者有敢做的 唯有基督 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 为我们死 神的爱 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 现在 我们既靠着 他的血称义 就更要借着他 面具神的愤怒 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 且借着神儿子的死 得与神和好 既以和好 就更要因他的生得救了 不但如此 我们既借着 我主耶稣基督 得与神和好 也就借着他 以神为乐 这就如罪 是从一人入了世界 死又是从罪来的 于是死 就临到众人 因为众人都犯了罪 没有律法之先 罪已经在世上 但没有律法 罪也不算罪 然而从亚当到摩西 死就做了王 连那些不与亚当犯 一样罪过的 也在他的犬下 亚当乃是那以后 要来之人的预像 只是过犯不如恩赐 若因一人的过犯 众人都死了 何况神的恩典 与那因耶稣基督 一人恩典中的赏赐 岂不更加倍地 临到众人吗 因一人犯罪就定罪 也不如恩赐 原来审判 是由一人而定罪 恩赐 乃是由许多过犯 而称义 若因一人的过犯 死就因这一人 做了王 何况那些受红恩 又蒙所赐之意的 岂不更要因 耶稣基督一人 在生命中做王吗 如此说来 因一次的过犯 众人都被定罪 照样 因一次的异行 众人也就被称义 得生命了 因一人的悖逆 众人成为罪人 照样 因一人的顺从 众人也成为义了 律法本是外天的 叫过犯显多 只是罪在哪里显多 恩典就更显多了 就如罪作王 叫人死 照样 恩典也借着义作王 叫人因我们的 主耶稣基督 得永生 罗马书第六章 这样 怎么说呢 我们可以仍在罪中 叫恩典显多吗 断乎不可 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 岂可仍在罪中活着呢 岂不知 我们这受洗 归入基督耶稣的人 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 所以我们借着洗礼 归入死 和他一同埋葬 原是叫我们 一举一动 又新生的样式 像基督 借着父的荣耀 从死里复活一样 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 与他联合 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 与他联合 因为知道我们的救人 和他同定十字架 是最深灭绝 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 因为已死的人 是脱离了罪 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 就信地与他同活 因为知道基督既从死里复活 就不再死 死也不再做他的主了 他死是向罪死了 只有一次 他活是向神活着 这样 你们向罪 也当看自己是死的 向神在基督耶稣里 却当看自己是活的 所以 不要容罪 在你们必死的身上做亡 使你们顺从身子的私欲 也不要将你们的肢体 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 倒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 将自己献给神 并将肢体做义的器具 献给神 罪 必不能做你们的主 因你们不在律法之下 乃在恩典之下 这却怎么样呢 我们在恩典之下 不在律法之下 就可以犯罪吗 断乎不可 岂不晓得 你们献上自己做奴仆 顺从谁 就做谁的奴仆吗 或做罪的奴仆 以至于死 或做顺命的奴仆 以至成义 感谢神 因为你们从前 虽然做罪的奴仆 现今 却从心里顺服了 所传给你们道理的模范 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 就做了义的奴仆 我因你们肉体的软弱 就照人的长话 对你们说 你们从前怎样 将肢体献给不节不法 做奴仆 以至于不法 现今 也要照样将肢体 献给义 做奴仆 以至于成圣 因为你们做罪之奴仆的时候 就不被一约束了 你们现今 所看为羞耻的事 当日有什么果子呢 那些事的结局 就是死 但现今 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 做了神的奴仆 就有成圣的果子 那结局 就是永生 因为罪的公价 乃是死 唯有神的恩赐 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 乃是永生 罗马书第七章 弟兄们 我现在对明白律法的人说 你们岂不晓得 律法管人 是在活着的时候吗 就如女人有了丈夫 丈夫还活着 就被律法约束 丈夫若死了 就脱离了丈夫的律法 所以丈夫活着 她若归于别人 便叫淫妇 丈夫若死了 她就脱离了丈夫的律法 虽然归于别人 也不是淫妇 我的弟兄们 这样说来 你们借着基督的身体 在律法上也是死了 叫你们归于别人 这是归于那 从死里复活的 叫我们结果子给神 因为我们属肉体的时候 那因律法而生的恶欲 就在我们肢体中发动 一直结成死亡的果子 但我们既然在 捆我们的律法上死了 现今就脱离了律法 叫我们服侍主 要按照心灵的心样 不按照遗文的旧样 这样 我们可说什么呢 律法是罪吗 断乎不是 只是非因律法 我就不知何为罪 非律法说 不可起贪心 我就不知何为贪心 然而 罪趁着机会 就借着诫命 叫助班的贪心 在我里头发动 因为没有律法 罪是死的 我以前没有律法 是活着的 但是诫命来到 罪又活了 我就死了 那本来叫人活的 诫命 反倒叫我死 因为罪趁着机会 就借着诫命引诱我 并且杀了我 这样看来 律法是圣洁的 罪趁着 公义 良善的 既然如此 那良善的是叫我死吗 断乎不是 叫我死的乃是罪 但罪借着那良善的叫我死 就显出真实罪 就显出真实罪 叫罪 因着诫命 更显出是恶极了 我们原晓的 律法是属乎灵的 但我是属乎肉体的 是已经卖给罪了 因为我所做的 我自己不明白 我所愿意的 我并不做 我所恨恶的 我倒去做 若我所做的 是我所不愿意的 我就应成律法是善的 既是这样 就不是我做的 乃是住在我里头的 罪做的 我也知道 在我里头 就是我肉体之中 没有良善 因为立志为善 由得我 只是行出来 由不得我 故此 我所愿意的善 我反不做 我所不愿意的恶 我倒去做 若我去做 所不愿意做的 就不是我做的 乃是住在我里头的 罪做的 我觉得有个律 就是我愿意 为善的时候 便有恶与我同在 因为按照 我里面的意思 我是喜欢神的律 但我觉得肢体中 另有个律 和我心中的律交战 把我掳去 叫我服从那肢体中 犯罪的律 我真是苦啊 谁能救我脱离 这取死的身体呢 感谢神 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就能脱离了 这样看来 我以内心顺服神的律 我肉体 我肉体 却顺服罪的律了 罗马书第八章 如今 那些在基督 耶稣里的 就不定罪了 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 在基督耶稣里 释放了我 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 律法 既因肉体软弱 有所不能行的 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 成为罪身的形状 做了赎罪计 在肉体中定了罪案 使律法的义 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 至随从圣灵的人身上 因为随从肉体的人 体贴肉体的事 随从圣灵的人 体贴圣灵的事 体贴肉体的就是死 体贴圣灵的 乃是生命平安 原来体贴肉体的 就是与神为仇 因为不服神的律法 也是不能服 而且属肉体的人 不能得神的喜欢 如果神的灵 住在你们心里 你们就不属肉体 乃属圣灵了 人若没有基督的灵 就不是属基督的 基督若在你们心里 身体就因罪而死 心灵却因疫而活 然而叫耶稣 从死里复活者的灵 若住在你们心里 那叫基督耶稣 从死里复活的 也必借着 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 使你们彼此的身体 又活过来 弟兄们 这样看来 我们并不是欠肉体的债 去顺从肉体活着 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 必要死 若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 必要活着 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 都是神的儿子 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 仍旧害怕 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 因此我们呼叫 阿爸 父 圣灵与我们的心 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 既是儿女 便是后嗣 就是神的后嗣 和基督同做后嗣 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 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 我想 现在的苦楚 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 就不足介意了 受造之物 切往等候神的种子显出来 因为受造之物 浮在虚空之下 不是自己愿意 那是因那叫他如此的 但受造之物 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侠制 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 我们知道 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 一同叹息 劳苦 直到如今 不但如此 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出结果子的 也是自己心里叹息 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 乃是我们的身体得熟 我们得救 是在乎盼望 只是所见的盼望 不是盼望 谁还盼望他所见的呢 但我们若盼望 那所不见的 就必忍耐到后 况且 我们的软弱 有圣灵帮助 我们本不晓得 当怎样祷告 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 替我们祷告 见察人心的 晓得圣灵的意思 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 替圣徒祈求 我们晓得 万事都互相效力 叫爱神的人得益处 就是按他旨意被照的人 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 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 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 预先所定下的人 又召他们来 所召来的人 又称他们为义 所称为义的人 又叫他们得荣耀 即使这样 还有什么说的呢 神若帮助我们 谁能抵挡我们呢 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 为我们众人舍了 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 白白地赐给我们吗 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 有神称他们为义了 谁能定他们的罪呢 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 而且从死里复活 现今在神的右边 也替我们祈求 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 难道是患难吗 是困苦吗 是逼迫吗 是饥饿吗 是赤身露体吗 是危险吗 是刀剑吗 如经上所记 我们为你的缘故 终日被杀 人看我们如江崽的羊 然而 靠着爱我们的主 在这一切的事上 已经得胜有余了 因为我深信 无论是死 是生 是天使 是掌权的 是有能的 是现在的事 是将来的事 是高处的 是低处的 是别的受造之物 都不能叫我们 与神的爱隔绝 这爱 是在我们的 主基督耶稣里的 罗马书第九章 我在基督里说真话 并不谎言 由我良心被圣灵感动 给我做见证 我是大有忧愁 心里时常伤痛 为我弟兄 我骨肉之亲 就是自己被咒诅 与基督分离 我也愿意 他们是以色列人 那儿子的名分 荣耀 诸约 律法 礼仪 应许 都是他们的 列祖就是他们的祖宗 按肉体说 基督也是从他们出来的 他是在万有之上 永远可称颂的神 阿门 这不是说神的话 落了空 因为从以色列生的 不都是以色列人 也不因为是亚伯拉罕的后裔 就都做他的儿女 唯独 从以撒生的 才要成为你的后裔 这就是说 肉身所生的儿女 不是神的儿女 唯独那应许的儿女 才算是后裔 因为所应许的话 是这样说 到明年这时候 我要来 撒拉必生一个儿子 不但如此 还有历百家 既从一个人 这是从我们的祖宗 以撒怀了孕 双子还没有生下来 善恶还没有做出来 只因要显明神 拣选人的旨意 不在乎人的行为 乃在乎照人的主 神就对历百家说 将来大的 要服侍小的 正如经上所记 雅各是我所爱的 以扫是我所悟的 这样 我们可说什么呢 难道神有什么不公平吗 断乎没有 因他对摩西说 我要怜悯谁 就怜悯谁 要恩待谁 就恩待谁 据此看来 这不在乎那定义的 也不在乎那奔跑的 只在乎发怜悯的神 因为经上 有话向法老说 我将你兴起来 特要在你身上 彰显我的全能 并要使我的名 传遍天下 如此看来 神要怜悯谁 就怜悯谁 要叫谁刚硬 就叫谁刚硬 这样 你必对我说 他为什么还指责人呢 有谁抗拒他的旨意呢 你这个人啊 你是谁 竟敢向神降罪呢 受造之物 岂能对造他的说 你为什么这样造我呢 姚将难道没有权柄 从一团泥里 拿一块做成贵重的器皿 又拿一块做成悲贱的器皿吗 倘若神要显明他的愤怒 彰显他的全能 就多多忍耐 宽容那可怒 预备遭毁灭的器皿 又要将他丰盛的荣耀 彰显在那蒙怜民 早预备得荣耀的器皿上 这器皿 就是我们被神所造的 不但是从犹太人中 也是从外邦人中 这有什么不可呢 就像神在荷西阿书上说 那本来不是我子民的 我要称为我的子民 本来不是蒙爱的 我要称为蒙爱的 从前在什么地方对他们说 你们不是我的子民 将来就在那里 称他们为永生神的儿子 以赛亚指着以色列人 喊着说 以色列人虽多如海沙 得救的 不过是剩下的余术 因为主要在世上 施行他的话 叫他的话都成全 速速地完结 又如以赛亚先前说过 若不是万君之主 给我们存留于种 我们早已像索多玛 俄摩拉的样子 这样 我们可说什么呢 那本来不追求义的外邦人 反得了义 就是因信而得的义 但以色列人追求律法的义 反得不着律法的义 这是什么缘故呢 是因为他们不凭着信心求 只凭着行为求 他们正跌在那绊脚石上 就如经上所记 我在西安 放一块绊脚的石头 跌人的磐石 信靠他的人 必不至于羞愧 罗马书第十章 弟兄们 我心里所愿的 向神所求的 是要以色列人得救 我可以证明 他们向神有热心 但不是按照真知识 因为不知道神的义 想要立自己的义 就不服神的义了 律法的总结就是 基督 使凡信他的都得着义 摩西写着说 人若行那 出于律法的义 就必因此活着 唯有出于信心的义 如此说 你不要心里说 谁要升到天上去呢 就是要领下基督来 谁要下到阴间去呢 就是要领基督 从死里上来 他到底怎么说呢 他说 这道离你不远 正在你口里 在你心里 就是我们所传信主的道 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 信你信神 叫他从死里复活 就必得救 因为人心里相信 就可以称义 口里承认 就可以得救 经上说 凡信他的人 必不至于羞愧 犹太人和希腊人 并没有分别 因为众人同有一位主 他也后代一切求告他的人 因为 凡求告主明的 就必得救 然而人未曾信他 怎能求他呢 未曾听见他 怎能信他呢 没有传到的 怎能听见呢 若没有奉差遣 怎能传到呢 如经上所记 报福音 传喜信的人 他们的教宗何等加美 只是人 没有都听从福音 因为以赛亚说 主啊 我们所传的 有谁信呢 可见信道 是从听道来的 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 但我说 人没有听见吗 诚然听见了 他们的声音 传遍天下 他们的言语 传到地级 我再说 以色列人不知道吗 先有摩西说 我要用那不成子民的 惹动你们的愤恨 我要用那无知的民 触动你们的怒气 又由以赛亚放胆说 没有寻找我的 我叫他们遇见 没有访问我的 我向他们显现 至于以色列人 他说 我整天伸手招呼那 背逆顶嘴的百姓 传递 罗马书第十一章 我且说 神弃绝了他的百姓吗 断乎没有 因为我也是以色列人 亚伯拉罕的后裔 属变亚敏之派的 神并没有弃绝 他预先所知道的百姓 你们岂不晓得 经上论到 以利亚是怎么说的呢 他在神面前 怎样控告以色列人说 主啊 他们杀了你的先知 拆了你的祭坛 只剩下我一个人 他们还要寻锁我的命 神的回话 是怎么说的呢 他说 我为自己留下七千人 是未曾向巴黎屈膝的 如今也是这样 照着拣选的恩典 还有所留的余术 即使出于恩典 就不在乎行为 不然 恩典就不是恩典了 这是怎么样呢 以色列人所求的 他们没有得着 唯有蒙拣选的人得着了 其余的 就成了顽梗不化的 如经上所记 神给他们昏迷的心 眼睛不能看见 耳朵不能听见 直到今日 大魏也说 愿他们的言习 变为网罗 变为基建 变为绊脚石 做他们的报应 愿他们的眼睛昏蒙 不得看见 愿你时常弯下 他们的腰 我且说 他们施脚 是要他们跌倒吗 断乎不是 反倒因他们的过失 救恩便临到外邦人 要激动他们发愤 若他们的过失 为天下的富足 他们的缺乏 为外邦人的富足 何况他们的丰满呢 我对你们外邦人说这话 因我是外邦人的使徒 所以敬重我的职份 或者可以激动我骨肉之心发愤 好救他们一些人 若他们被丢弃 天下就得与神和好 他们被收纳 岂不是死而复生吗 所限的心面若是圣洁 全团也就圣洁了 树根若是圣洁 树枝也就圣洁了 若有几根枝子被折下来 你这野橄榄得接在其中 一同得着橄榄根的肥枝 你就不可向旧枝子夸口 若是夸口 当知道不是你拖着根 那是根拖着你 你若说 那枝子被折下来 是特为叫我接上 不错 他们因为不信 所以被折下来 你因为信 所以立得住 你不可自高 反而惧怕 神既不爱惜原来的枝子 也必不爱惜你 可见神的恩慈和严厉 像那跌倒的人是严厉的 像你是有恩慈的 只要你长久在他的恩慈里 不然你也要被砍下来 而且他们若不是长久不信 仍要被接上 因为神能够把他们重新接上 你是从那天生的野橄榄上 砍下来的 尚且逆着性 得接在好橄榄上 何况这本树的枝子 要接在本树上呢 弟兄们 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 这奥秘 恐怕你们自以为聪明 就是以色列人 有几分是硬心的 等到外邦人的树木 添满了 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 如经上所记 必有一位救主从西安出来 要消除雅各家的一切罪恶 又说 我除去他们罪的时候 这就是我与他们所立的约 就着福音说 他们为你们的缘故是仇敌 就着简选说 他们为列祖的缘故是蒙爱的 因为神的恩赐和选照 是没有后悔的 你们从前不顺服神 如今因他们的不顺服 你们倒蒙了连续 这样 他们也是不顺服 叫他们因着施给你们的连续 现在也就蒙连续 因为神将众人都穿在不顺服之中 特意要连续众人 身在身丰富的智慧和知识 他的判断何其难测 他的踪迹何其难寻 谁知道主的心 谁做过他的谋事呢 谁是先给了他 使他后来偿还呢 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 依靠他 归于他 愿荣耀归给他 直到永远 阿们 罗马书第十二章 所以弟兄们 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 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 是圣洁的 是神所喜悦的 你们如此侍奉 乃是理所当然的 不要效法这个世界 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 叫你们查验 何为神的善良 纯全 可喜悦的旨意 我凭着所赐我的恩 对你们个人说 不要看自己 过于所当看的 要照着神所分给 个人信心的大小 看得合乎中道 正如我们一个身子上 有好些肢体 肢体也不都是 一样的用处 我们这许多人 在基督里成为一身 互相联络 做肢体 也是如此 按我们所得的恩赐 各有不同 或说预言 就当照着信心的程度 说预言 或做执事 就当专一执事 或做教导的 就当专一教导 或做劝话的 就当专一劝话 施舍的 就当诚实 智礼的 就当殷勤 怜悯人的 就当甘心 爱人不可虚假 恶要厌恶 善要亲近 爱弟兄 要彼此亲热 恭敬人 要彼此推让 殷勤不可懒惰 要心里火热 常常服侍主 在死亡中 要喜乐 在患难中 要忍耐 祷告 要横切 圣徒缺乏 要帮补 克要一味的款待 逼迫你们的 要给他们祝福 只要祝福 不可咒诅 与喜乐的人 要同乐 与哀哭的人 要同哭 要彼此同心 不要志气高大 道要辅救 卑微的人 不要自以为聪明 不要以恶报恶 众人以为美的事 要留心去做 若是能行 总要尽力 与众人和睦 亲爱的弟兄 不要自己申冤 宁可让步 听听主怒 因为经上记着 主说 身冤在我 我必报应 所以 你的仇敌 若饿了 就给他吃 若渴了 就给他喝 因为你这样行 就是把炭火 堆在他的头上 你不可 为恶所胜 凡要以善 胜恶 罗马书 第十三章 在上有权柄的 任人当顺服他 因为没有权柄 不是出于神的 凡掌权的 都是神所命的 所以抗拒掌权的 就是抗拒神的命 抗拒的 必自取刑罚 做官的 原不是叫 行善的惧怕 乃是叫 作恶的惧怕 你愿意 不惧怕掌权的吗 你只要行善 就可得他的称赞 因为他是神的用人 是与你有益的 你若作恶 却当惧怕 因为他不是 空空的配件 他是神的用人 是深冤的 刑罚那作恶的 所以你们 必须顺服 不但是因为刑罚 也是因为良心 你们纳良 也为这个缘故 因他们是神的差异 常常特管这事 凡人所当得的 就给他 当得良的 给他纳良 当得税的 给他上税 当惧怕的 惧怕他 当恭敬的 恭敬他 凡事都不可亏欠人 唯有彼此相爱 要常以为亏欠 因为爱人的 就完全了律法 像那 不可奸淫 不可杀人 或有别的诫命 都包在 爱人如己 这一句话之内 爱是不加害于人的 所以爱 就完全了律法 再者 你们晓得现今 就是该趁早睡醒的时候 因为我们得救 现今比初醒的时候 更紧了 黑夜已深 白昼将近 我们就当脱去暗昧的行为 带上光明的兵器 行事为人要端正 好像行在白昼 不可慌艳醉酒 不可好色邪荡 不可征敬极度 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 不要为肉体安排 去放纵私欲 罗马书第十四章 信心软弱的 你们要接纳 但不要辩论所疑惑的事 有人信百物都可吃 但那软弱的只吃蔬菜 吃的人不可轻看不吃的人 不吃的人 不可论断吃的人 因为神已经收纳他了 你是谁 竟论断别人的仆人呢 他或站住 或跌倒 自有他的主人在 而且他也必要站住 因为主能使他站住 有人看这日比那日强 有人看日日都是一样 只是个人心里 要意见坚定 首日的人 是为主守的 吃的人 是为主吃的 因他感谢神 不吃的人 是为主不吃的 也感谢神 我们没有一个人 为自己活 也没有一个人 为自己死 我们若活着 是为主而活 若死了 是为主而死 所以我们或活或死 总是主的人 因此基督死了 又活了 为要做死人并活人的主 你这个人 为什么论断弟兄呢 又为什么轻看弟兄呢 因我们都要站在神的台前 经上写着 主说 我凭着我的永生启示 万希必向我跪拜 万口必向我承认 这样看来 我们个人必要将自己的事 在神面前说明 所以我们不可在彼此论断 宁可定义 谁也不给弟兄放下 绊脚跌人之物 我凭着主耶稣 确知深信 凡物本来没有不洁净的 唯独人以为不洁净的 在他就不洁净了 你若因食物 叫弟兄忧愁 就不是按照爱人的道理性 基督已经替他死 你不可因你的食物 叫他败坏 不可叫你的善 被人毁谤 因为神的国不在乎吃喝 只在乎公义 和平 并圣灵中的喜乐 在这几样上 服侍基督的 就为神所喜悦 又为人所称许 所以 我们勿要追求和睦的事 与彼此建立德行的事 不可因食物 毁坏神的功成 凡物固然洁净 但有人因食物叫人跌倒 就是他的罪了 无论是吃肉 是喝酒 是什么别的事 叫弟兄跌倒 一概不做才好 你有信心 就当在神面前守着 人在自己以为可行的事上 能不自责 就有福了 若有疑心而吃的 就必有罪 因为他吃 不是出于信心 凡不出于信心的 都是罪 罗马书第十五章 我们坚固的人 应该担待不坚固人的软弱 不求自己的喜悦 我们个人 为要叫临舍喜悦 使他得益处 建立德行 因为基督 也不求自己的喜悦 如经上所记 辱骂你人的辱骂 都落在我身上 从前所写的圣经 都是为教训我们写的 叫我们因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 可以得着盼望 但愿赐忍耐安慰的神 叫你们彼此同心 效法基督耶稣 一心一口荣耀神 我们祝耶稣基督的父 所以你们要彼此接纳 如同基督接纳你们一样 是荣耀归于神 我说 基督是为神真理 做了受割礼人的执事 要证实所应许列祖的话 并叫外邦人 因他的怜悯荣耀神 如经上所记 因此 我要在外邦中称赞你 歌颂你的名 又说 你们外邦人 当与主的百姓一同欢乐 又说 外邦啊 你们当赞美主 万民啊 你们都当颂赞他 又有以赛亚说 将来有耶稣的根 就是那兴起来要治理外邦的 外邦人要仰望他 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 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你们的心 使你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 弟兄们 我自己也深信你们是蛮有良善 充足了诸般的知识 也能彼此劝诫 但我稍微放胆写信给你们 是要提醒你们的记性 特因神所给我的恩典 使我为外邦人做基督耶稣的仆役 做神福音的祭祀 教所献上的外邦人 因着圣灵成为圣洁 可蒙悦纳 所以论到神的事 我在基督耶稣里有可夸的 除了基督借我做的那些事 我什么都不敢提 只提他借我言语作为 用神迹奇事的能力 并圣灵的能力 使外邦人顺服 甚至我从耶路撒冷 只转到伊利利谷 到处传了基督的福音 我立了志向 不在基督的名被撑过的地方传福音 免得建造在别人的根基上 就如经上所记 未曾闻知他信息的将要看见 未曾听过的将要明白 我因多次被拦阻 总不得到你们那里去 但如今在这里再没有可传的地方 而且这好几年 我切心想望到西班牙去的时候 可以到你们那里 盼望从你们那里经过 得见你们 先与你们彼此交往 心里稍微满足 然后蒙你们送行 但现在 我望耶路撒冷去攻击圣徒 因为马其顿和亚该亚人 乐意凑出捐相给耶路撒冷圣徒中的穷人 这固然是他们乐意的 其实也算是所欠的债 因外邦人既然在他们属灵的好处上有份 就当把养生之物攻击他们 等我办完了这事 把这善果向他们交付明白 我就要路过你们那里 往西班牙去 我也晓得去的时候 必带着基督丰盛的恩典而去 弟兄们 我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 又借着圣灵的爱 劝你们与我一同竭力 为我祈求神 叫我脱离在犹太不顺从的人 也叫我为耶路撒冷所办的捐相 可蒙圣徒悦纳 并叫我顺着神的旨意 欢欢喜喜地到你们那里 与你们同得安息 愿赐平安的神 常和你们众人同在 阿们 罗马书第十六章 我对你们举荐我们的姊妹菲比 她是坚格里教会中的女执士 请你们为主接待她 合乎圣徒的体统 她在和事上要你们帮助 你们就帮助她 因她素来帮助许多人 也帮助了我 问百基拉和亚居拉安 他们在基督耶稣里与我同工 也为我的命将自己的景象置之度外 不但我感谢他们 就是外邦的众教会也感谢他们 又问在他们家中的教会安 问我所亲爱的以拜尼土安 她在亚西亚 是归基督初节的果子 又问玛利亚安 她为你们多受劳苦 又问我亲属 与我一同坐监的安多尼谷 和尤尼亚安 他们在仕途中 是有名望的 也是比我先在基督里 又问我在主里面 所亲爱的安博利安 又问在基督里 与我们同工的尔巴奴 并我所亲爱的士大古安 又问在基督里 经过实验的亚比利安 问亚历多布家的人安 又问我亲属西罗天安 问麻西树家在主里的人安 又问为主劳苦的土飞拿士 和土富撒士安 问可亲爱为主多受劳苦的 比西士安 又问在主盟拣选的鲁福 和他母亲安 他的母亲就是我的母亲 又问 又问亚逊奇徒 弗勒干 黑尼 巴罗巴 黑马 并与他们在一处的弟兄们安 又问菲罗罗古和尤利亚 尼利亚和他姊妹 同阿林巴 并与他们在一处的众圣徒安 你们亲嘴问安 彼此勿要圣洁 基督的众教会都问你们安 弟兄们 那些离间你们 叫你们跌倒 背乎所学之道的人 我劝你们要留意躲避他们 因为这样的人 不服侍我们的主基督 只服侍自己的度妇 用花言巧语 诱惑那些老实人的心 你们的顺服 已经传于众人 所以我为你们欢喜 但我愿意你们 在山上聪明 在恶上渔浊 赐平安的神 快要将撒旦 践踏在你们脚下 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 常和你们同在 与我同工的提摩泰 和我的亲属陆秋 耶稣索西巴德 问你们安 我这带笔写信的德丢 在主里面问你们安 那接待我 也接待全教会的该游 问你们安 城内管银库的 以拉都和兄弟阔土 问你们安 唯有神能照我所传的福音 和所讲的耶稣基督 并照永古隐藏不言的奥秘 兼顾你们的心 这奥秘如今显明出来 而且按照永生神的命 借众先知的书 只是万国的民 使他们信服真道 愿荣耀 以耶稣基督 归于独一全治的神 直到永远 阿们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